西飯醬菜的最佳拍檔 台式花瓜 自製戰備糧食喔 就是一道非常可口的醬菜喔 這就是我們做的醬瓜 配上營養豐富的西飯 很好吃喔 今天我們要用這個 1000克的小黃瓜 菸花瓜的做法 因為疫情期間 那為了讓蔬菜能夠保存比較久一點 所以我們做一些醬瓜類 那可以就是說延長使用的時間 砂糖我們用200克 那你也可以用冰糖 那因為我沒有冰糖 我就用砂糖 醬油200ml 醋 這個是米醋 我用也是一樣用200ml 然後這四種東西我們先煮滾了之後 我們小黃瓜現在的準備把它切塊 我們洗乾淨的小黃瓜 手尾去掉 然後大概1.5公分左右 每一個大概就是差不多這個大小 這個很簡單 這一道是很簡單 我只是為了蔬菜好保存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把它醃著 然後有時候吃稀飯啊 都是蠻好配的 很爽口 夏天的時候這個都很多盛產 不管是農民他種很多 可能蔬菜便宜的時候 你可以這麼做 或者是你自己種了 長了很多 你也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處理 延長它的保存時間 現在我們就要來煮醬汁 我們把材料都倒進鍋子裡 好 先醬油 糖 醬油 那我們這就是把所有的醬汁倒進去 然後等一下滾的時候 再把小黃瓜給放進去 它已經滾了齁 就把小黃瓜倒進來 就把小黃瓜倒進來 然後就給它煮到煮到滾 已經滾了 已經滾了 滾了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放涼 放涼後 我們等一下還要再第二次煮滾之後 再給它放涼 好 我們現在用風扇把它吹涼來 等一下還要再燙第二次 所以我們就趕快讓它趕快涼了 然後可以再燙一次 我們第二次再把它煮滾 然後剛才放涼的花 我們再把它燙一次 我們第二次煮滾了 今天做的這個醬瓜非常的簡單 好 食材也很簡單 就是那個小黃瓜 除了吃之外 做菜之外 還可以把它拿來當醬瓜 然後醃漬好 放冰箱 儲存個半年都沒有問題 然後早上配個稀飯 就是一道非常可口的醬菜喔 滾了 我把它撈起來 這醬汁我們滾了 就把它靜置放涼 備用 放著給它吹涼來 醬汁也要放給它涼 然後等一下涼了之後 我們就準備裝罐 我們現在來裝罐 然後把它放進去 已經冷了 冷了就可以把它裝下去 然後先把放涼的醬汁 倒進去 蓋過它就可以 那這樣子就好了 就可以把它儲存在冰箱冷藏 放個兩三天 比較入味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來享用 這就是我們今天做的花瓜 這就是我們前兩天做的醬瓜 已經可以吃了 那配上我們這個營養豐富的稀飯 很好吃喔 當然你也可以搭配醬瓜 製作許多的料理 不妨你也可以自己動手做做看 台式花瓜 稀飯的最佳拍檔醬菜之一喔 希望您能支持 OFTALK輕鬆生活頻道 趕緊訂閱我們 謝謝您的收看 謝謝